大家好,前几天在朋友圈发了一些视频啊,然后有很多小伙伴啊,就是对我的这个某种种东西很感兴趣呢,我觉得我干脆就就着这个机会,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做Vlog的一些器材 其实进入这个,就是做一些视频其实是我的副业 但是呢,就是说之前的都是做美式节目嘛,所以我自己很少做Vlog,因为确实没有时间做 所以周末呢,偶尔可能会做一两集,所以我的Vlog第一集可能是一年前呢,是做的 所以到现在可能才做了七八集而已,所以做的很少 但是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感兴趣对于Vlog怎么做 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Vlog,简单Vlog的一些必备的要素 那首先呢,需要一个camera,我用的这款呢,是索尼的6500,是去年的新品 那这个,不管你用什么样的camera都可以,那当然是越小越好 因为之后你会自己拿着它们,所以重量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呢,是如果比较新的相机,它唯一它比较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是它里边一般来说有一个inbody的stabilization 它就是你上下左右晃的时候呢,它都不会那么的明显 当然如果你拿它走路的话,还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呢,有总考过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新款的相机比较好的原因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相机必须要有 必须要有这个麦克风的这个插口 如果它没有麦克风的插口的话呢,你的音频是非常难录进去的 那像这样的相机,我建议大家不要使用 所以一定要具备重量轻,然后有接口 如果内置这个稳定的功能呢,那就是最好不过的了 那么我用的呢,就是索尼的A6500,大概呢是加币1500左右 现在因为已经一年多了,而且6700马上就要上了 那么6500很明显就要打,就要开始打折了 1500加币左右吧,大概可以搞定 那么下面我们来说说麦克风,也就是大家最感兴趣这个毛茸茸的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毛茸茸的东西是干什么用的,我给大家科普一下 这个毛茸茸的东西呢,它呢是用来防风的,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啊 如果麦克风被风吹到的时候会出现破音的情况,非常严重 那这个东西呢就有效的减缓了,当然了,根据麦克风的这个,它的这个质量 或者它的这个level不同啊,这个防风的效果也不一样 在一些专业的录音笔,我以后会给大家看 它照上这个防风的那个东西呢,录下来的音在海边一点噪音都听不到 可是拿这个去录,就听了造音非常明显 即使像以前我有把专业的录音笔的那个毛茸茸的那个cover 放到这个上头去,它依然会响,所以跟麦克风的质量还是有关系的 那么麦克风就必不可少,像这个RODE的这款麦克风叫Micro 那么这款呢,第一呢就是非常的便宜,我如果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款大概80加币左右就可以搞定 偶尔你要运气好的话,可能六七十就可以搞定 非常的小,如果你只是做一些简单的vlog的话 我觉得这个已经完全足够了,在城市里 在海边的话,可能要小心,你要做一些测试 那么安装也非常简单,它这边呢就是有一个像是闪光灯一样的东西 你直接把它插到这里面,然后把这边拧齐就可以了 然后不会掉下来就OK,然后把你的麦克风卡槽打开 然后往里插 然后这个时候你录的所有的东西,它的声音就会穿过这里面去录进去 效果呢就比自己本身带的这个音质要好很多 一个半专业和非常业余的区别就是收音非常的重要 还有就是镜头不能太抖啊,收音非常的重要 当你看一个视频的时候,你一听你就知道这个是camera自带的麦克风 那你就知道哦,这个声音不是很好,那它就是一个非常random的一个拍摄 那当你听到声音非常好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好像还是挺专业的 这个麦克风非常的重要,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这是镜头 镜头当然了,我建议大家呢,既然你买了索尼的相机,那你干脆就买索尼的镜头 如果你买了尼康的相机,那你干脆就买尼康的相机 或者价能一样,我建议买本家的就不要买third party 不是说third party不好,而是我相信可能大部分人呢,并没有太多的摄影的这个sense 所以呢,买自家的呢,这个问题可能会少一些 然后因为都是给自己盛产的 但是有很多,比如Sigma刚出的专门给索尼用的这个镜头 也是效果不错的,看过一些测评 那么,关于头怎么去选择,首先你要明确一点是你的这个镜头买了之后 这个相机买了之后,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如果你是做vlog的话,那你一定要选广角 要选非常广的广角 我在这里不想过多的讨论全幅半幅,广角1.5焦段 是1.5倍的这个倍数是什么一个关系 我怕大家听了会比较confuse 总而言之,如果你买了A6500或者A6300索尼系的这个6GGGG的这个机子 我建议大家买的是这款镜头 这款镜头呢,是广角镜头 它的焦段呢,是10到18 10到18呢,其实就是 我目前看来是索尼在 就是,我不能说绝对 但是基本上已经算是最广的了 所以这个是最广,你可以get 当你把这个焦段放到10的时候 它就是最广的 放到18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么广 但就算是18在一般的摄影的概念里面也算是很广了 那10就更不用说了 那周围当然会有一些畸形的变化 但是你只是做一个vlog的一个记录 其实就还好了 然后可以适当的让你足迷一点 当你转到18的时候 OK,那就是把镜头换在上面呢 它就非常简单,你可以把后盖打开 然后把这个盖子弄下来 然后白点对白点把它装上去之后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呢 你大概可以拿到的这个视频的这个范围呢 大概呢就是说 你的整个头 如果你举起来的时候 你的头大概和这个一半的身子 会占这个镜头的四分之一左右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 大家可以看到你身后的东西 因为我有的时候看一些YouTuber 他们放的时候 基本上三分之一都是自己的身体了 我觉得其实看上去有点怪的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多看到 我身后啊 或者我想让他们看到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焦段是最好的 我非常的建议大家去买这个焦段 这个焦段的这个镜头呢 我印象里也不是这么的贵 我觉得这一套下来 2000块钱的预算 2500块钱的预算 已经是差不多的了 那么大家会说了 我的索尼的这个镜头 这个不能翻过来啊 怎么样怎么样的 其实当你的焦段够广的时候 当你有一点经验的时候 其实不太需要看着自己 看着自己其实非常有一点不好 我个人觉得是 当这个可以翻过来的时候 当然了它如果上下方的话 这个就直接挡住了嘛 对不对 那你只能左右翻 那左右翻像这种地方 也有可能挡住 就算不挡住 当你做vlog的时候 你会一直看你边上的 因为你离着很近嘛 所以你看边上的屏幕的时候 镜头capture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看的是边上 那观众看上去就非常的别扭了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培养一些 自己的镜头感 看着镜头里面 然后拍久了 你就知道大概是一个神量的情况了 不可否认 有的时候你确实不知道 自己拍成什么样子了 不过既然是vlog 那就不需要这么的去 这么的去深究这些事情 OK 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了 我现在有了这个相机 有了这个麦克风 然后怎么把它举起来呢 其实举起来的东西呢 非常的多 我个人呢 选择了这个 我选择了这个东西呢 一个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当时拍了很多美食的东西 那这个呢 可以帮助我拍些美食的东西 所以我没有选择什么 周避啊 那些啊 就是可以吸附在任何地方的 另外呢 那个那个那个转呢 比较宽 你要拿着的话 我是拿没有问题 那女生呢 什么拿可能会稍微有点费劲 它呢 是一个直的棍儿 但是你可以把每个小的关节都可以移动嘛 但是我用的不是那个 我用的是这个东西 曼佛陀的这个一个一个V型的三脚架 它呢 首先给了你三脚架的架头 然后呢 给了你一个底座 那你只需要把它这样拧上之后 把它展开 这就是一个三脚架 OK 那么 这有一个手柄 你只要把它掰松了之后 这个头就是可以任意的转 都不会掉下来 OK 你可以任意的转它 然后上面的这个 你也可以上下的转它 也就是说 你可以让你的camera 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 你只要把它拧紧了之后 既不能左右晃 也不能前后晃了 还是比较紧的 然后你把你的camera放在上面 就可以这样拍 当然了这个长度不是很长 所以如果你这么拍的话呢 很有可能 除非你举得很高 但是举得很高 就胳膊很酸嘛 那女生 如果不爱锻炼的话 如果你们不爱锻炼的话 那可能会很酸 而且男生这样举着也稍微有点酸 所以你的杆呢 希望可以再长一点 所以呢 这个东西好就好在哪呢 就是说它给了你一个延长的杆 这个延长的杆呢 我没有办法给大家演示 是因为我可能常年把它 把它放在镜头里 加在这个相机下面 所以这个理论上 这个地方你拧松了之后 还可以再拉出一倍的长度 那就变得更长了 所以不加一倍的长度 已经是这么长了 再加一倍就更长了 我为什么买这个呢 当时因为当时我如果要拍美食 在桌子上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用的是 非常长的长焦 的大镜头 那么你这么拍的时候呢 就需要一个稳定仪在这 如果手持它很有可能会抖 尤其是微距镜头 那我当时拿着这个 这么拍 是吧 然后这个放在上面 然后把镜 把相机加在上面 我就可以拍了 那现在呢 拍的不太需要 这个桌面的时候呢 我就通常拿它呢 可以做Vlog 那我们把头拧下来 然后呢 把这个拧上去 啊 有没有长一些 然后再把这个放上去 我觉得设计真的是非常的给力啊 所以这样 你就不需要举成这样啊 你就你就这样举就好了 累的时候还可以休息一下 然后可以这么举着 那我们现在把它装到相机上来看一看 我呢 看过很多YouTuber 我看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去搭配这个东西 说中文的去做这个的其实更少 所以我觉得呢 还是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上呢 也是非常的好上 如果把它弄直了的话呢 就更好上了 然后下面的这个底座 你就可以把它上上去 OK 那么像刚才我说的 你可以把它这个调整一下 前后 因为有一点角度的话 你这个拍的时候 你不就可以这样拍了吗 那 或者高一点 对吧 然后记得要把它调到最广角的地步 最广角的地方 焦断石 来 打工高层 如果累的时候呢 还可以把它放在这里 如果你换的不是那种非常长的长焦 那这种 清斜一点 是完全可以用的 那如果你的焦 你的 比如说这个头 这么大的头 放在这上 可能就会 就不行 当然这是尼康了 你不太会用这个 像我之前说的微距的镜头 如果你放在这里的话 你就必须手要扶着 不然的话它就不够重 OK 当然了 跟周比那些比起来的话 你可能不能把它放在一些铁的东西缠在一起 不过通常我们也不会拍的这么夸张 是吧 所以 还OK的 那今天呢 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关于怎么样去拍Vlog的一些其他的技巧呢 我们会在以后的视频里面跟大家更新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那希望大家呢 可以这个订阅 然后有什么event呢 我也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 那今天就是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我的Vlogging的gear 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当然了 还有一些更加复杂的 advanced的东西呢 比如说无线麦克 比如说录音笔 比如说一些其他的文明遗案 这些我可以在以后的视频里呢 慢慢跟大家讲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另外想一点 我戴这个帽子 并不是说为了style 是因为头发太软了 这个不遮一下它 根本就没有办法上镜 是因为今天 太多人留言说 想问这个麦克风啊 Vlog啊 这个相机还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那我赶紧做一集 让大家知道一下 那么所以说时间不要赶 那我又没有时间洗头 所以就戴了个帽子了 看 够敬业吧 那还不赶紧订阅我 就这样 拜拜